日本为了达到以战养战目的,便在占领区内进行野蛮的经济掠夺。 在金融方面,日本设立各种银行大量发行伪钞,以军用票强行换取中国物资。 在农业方面,日本将粮食定为军用物资,强行直购,油污实行粮食配给制,沦陷区内便出现严重激紧,死亡无数。 在工矿企业方面,沦陷区的工矿企业完全被日本控制,日本对中国经济资源的大肆掠夺,影响严重。 以上海为例,1939年,米、沙和煤的价格就比1937年12月分别上涨了17、7.4和33倍。 日本政府在清华期间,已实行为日军提供性服务的慰安妇制度。 首先在上海实行,以后逐步推广,被强迫向日军提供性服务的妇女称为慰安妇。 其中来自中国的慰安妇,占日军在亚洲战场指用妇女总数的67.8%。 在抗战期间,日本还掠夺中国的轻壮作为劳动力。 被掠夺的中国劳工大多境遇悲惨,仅在中国东北修建满洲助磊地狱一项,日本至少就秘密屠杀了中国劳工达120莫人。 不仅如此,截至1944年,共计有22莫6千中国人被抓到日本,从事苦役劳动。